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个人电脑之父爱德华·罗伯茲 是世界上第一部个人电脑的开发者 当时他还雇用了年仅19岁的比尔盖茲 为他撰写电脑软体 但几年后呢 罗伯茲却选择卖掉他创立的电脑公司 去买了一个农场退隐田园 之后呢 又进入医学院去就读成为内科医生 在他过世之前 比尔盖茲已经是世界最大软体电脑公司微软的老板 而罗伯茲只是在小小的乔治成当一位医生 很多人替罗伯茲惋惜 认为他错过人生大富大贵的机会 但罗伯茲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啊 看起来PC个人电脑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做过最有价值的事 其实不难 我当医生每天面对着每一个病人和不同的病情 重要性绝对不输给个人电脑 对罗伯茲来说 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用在救助人上面是更有意义 而这种内在的满足感绝不是财富和名利地位可以带来的 亲爱的朋友 每一个人对人生的价值观都有所不同 有人认为财富最重要拼命追求财富 有人认为成功最重要不断追求名利地位 有人认为爱情最重要一直追求爱情 也有人认为助人最快乐 宁可舍弃荣华富贵 牺牲享受享受牺牲 就像故事中 当所有的人都为萝卜之碗息时 他却说他在做的事更有意义的事 因为拥有内在的满足感 才是他人生的价值观 亲爱的朋友 你人生的价值观又是什么呢 你的生命是否有那种超越财富 名利地位的内在满足感吗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很多人以为追求成功的人生级目标 就是要赚取很多的财富 的确有钱可以做很多事 买很多东西 但生命中很多宝贵的食物 却都是金钱买不到的 譬如健康 一夜的好眠 家庭幸福 内在的满足感等等 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价值 我们的快乐 是建立在金钱可得的事物上 我们就很容易感到空虚 也会变得不快乐 亚历三大大帝 是一位很成功的军事统帅 但他临终前却要他的将士 在他的棺木灵鳩运碗坟墓的路上 撒满金银宝石 另外也要将他的双手 放在棺木的外面 亚历三大这么做的目的 是要告诉世人 不要追求金钱财富 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我们来到世界 双手空空 当死亡来临 也是空着手 什么也带不走 亲爱的朋友 金钱财富 从来都不会是我们人生的答案 你拥有金钱财富再多 也填不满我们空洞的内心 今天愿上帝调整你的眼光 重新定立你人生的价值观 使你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都能够得到内心真正的满足感 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倚靠那厚次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上帝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